棒球讚新聞 燃燒你的野球魂 不管是一棒終結比賽 還是連標8K改寫紀錄 上週棒談的發燒話題 就讓我們一起快速瀏覽 這一球打中間方向中圍手 向後退 結果沒有進了 那這樣來的話又兩出局了 應該就有機會清雷了 八月十一號 富邦漢將在新莊主場 迎戰樂天桃園 雙方都派出羊頭先罰上陣 而樂天在第二局先止得點 不過在下個半局 漢將大線展開反攻 靠著接連安打攻下一分 隨後在滿壘的情況下 王震湯敲出一支 清雷的三壘安打 送回三分奠定勝機 而富邦的羊頭猛漢 在四局上半 因為身體不適提前推廠 漢將緊急推出 吳士豪終極登板 他臨危壽命 繳出2.1局50分的好表現 最終富邦就是以5比3贏球 而吳士豪相隔兩年多 再度收下勝投 並且奪下生涯首座 單場MVP 這一棒來看一下 在右半邊方向安打出現了 這一支安打很重要 二壘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 一壘上的跑者 這個時候來到了三壘的位置 把崇恩傑頂住壓力 在八局上半這支安打 突破了兩邊的平手爭取 吃球進來這一棒來看一下 將會也沒辦法接到 蘇智傑從德保安的手中 槍出了帶有大地的安打 同一時段在八局下半 把分數追成1比1的平手 中信兄弟在8月11號 教授統一師 進行上半季陣亡的關鍵戰役 兩隊都派出正宗的王牌投手 有德保拉對上布雷克 在前七局 雙方都沒有分數進帳 直到八局上半 陳文傑的關鍵一擊 幫助忠信兄弟掀持得點 不過下個半局 猛獅打線靠著串連安打 攻下一分 雙方就這樣敖戰到了12局 都沒再攻下任何分數 最終是以1比1握手言和 8月5號兄弟做客桃園花過山 樂天的先發投手猛快 在前三局都沒讓對手 越雷池一步 不過他在第四局遇上亂流 被王威城敲出安打後 連丟了四次寶送 讓兄弟靠著選球 就拿到兩分領先 五局上半 江坤與岸陳子豪 接連敲出安打 再填分數 把比數拉開到3比0領先 這個球有沒有機會 的話落地成為1支安打 那這樣會帶有一分的打點 對 就讓他打 這個球打了一個外野的飛球 還滿遠的慢 秀丹追過去 沒有辦法接到 這是1支安打 那現在林志盛 因為兩出局 看來是這一個回傳球 Safe 這轉播送好禮啊 先看梁佳蓉這一棒 有沒有機會 看這球似乎是樣 有沒有 倒了去來牆前 跳起來 那真的兩次碰到加百利 他都有轟耶 還沒有啟動 這一球打出去 傳了 這是一支安打 而這支安打 林立剛剛上二連的投手犯規 是不是就回來得翻啦 追平啦 五局下半 樂田垂棋反攻號角 追回2分 雙方就這樣 你來我往 到了第七局 樂田再靠著 梁佳蓉的拳雷打 追回1分 隨後兄弟換上羊頭 洛傑斯 不過他先是丟出寶宋 又出現投手犯規 隨後樂田再靠著 郭勇為的安打 將比數追平 兩隊就這樣把戰線 拉到了延長賽 這一局偷 哇 這一棒掃出去 要看角度 角度 角角角度 這是HOME RUN啊 還很大隻 十局上半 樂田換上中階者 陳宇勳登板 他先是被陳文傑 翹出二壘安打後 又丟出寶宋 而在一二壘友人的情況下 詹子仙大綁一揮 轟出一發 超大號三分跑 奠定勝機 中場兄弟就以7比4 擊敗樂天 收下六連勝 結果這一球 看一下還是滿扎實的 結果要拚 也沒有拚到 這一球打到投手 這邊就是打穿了 這樣分數要回來 甚至有可能進來兩分 跑者這個時候 回到本壘沒有問題 這一棒是逆轉的戰局 余叔還是高國慶 能夠敲出安打 斷棒的情況之下 找到了三連手 直接傳往本壘 但是全邁掉了 結果是讓童醫師隊 拿下來追平分 八月十號 衛泉在台南球場 交手地主球隊童醫師 雙方都派出土頭 先罰上陣 在比賽前段 上演了一場精采的投手戰 直到五局下半 童醫終於打破壓彈 先遲得電 不過在七局上半 衛拳吹齊反攻號角 靠著串連安打 攻下兩分 把比數反超 但在八局下半 衛拳發生守備失誤 讓統一將比數追平 而雙方就這樣一路 敖戰到第十二局 才出現變化 這一球帶回來打穿 比賽結束 感覺上是不錯 結果最後江亮偉 當英雄成功 比賽來到了十二局下半 蘇智傑先是靠著寶宋 和抱頭攻佔得點圈 在二三雷友人的情況下 統一換上代打江亮偉 他一棒終結比賽 而這也是他生涯首支 再減安打 中場統一師就是花了 五個小時又十三分鐘 終於以三比二 擊腿威全龍 哇 這一球打者是蠻膨炒 跑出來啊 沒有錯 就是他的這顆 我們說只差變速局 是 走一顆變化球 三陣出局 最後用速球 這場比賽前面四個出局數 統統都是三陣 三 然後江白虎21 哎呦 話還沒講完 連續標出五次的三陣 哇 這個半局又是Strike Out的賽 再來1K 連7K 三球三陣 Oh my God 連8K 觀眾朋友 衛拳的怪物新秀 許洛希再度展現K攻 他在8月8號 面對富邦的比賽中 一開賽就連標8K 刷新中止紀錄 直到四局下半 才被高國林和楊睿成 翹楚安打失掉一分 而衛拳龍不只投手表現優異 打極端更是火力全開 哇 這一棒帶得滿扎實的 來看一下這個球會不會是 生涯手烘出現了 衛拳龍在第四局 靠著四支安打 取得兩分領先 而五局上半 衛拳龍攻勢在起 董秉萱一棒將小白球 扛出全雷達大強之外 這發兩分砲 也是他的生涯手烘 並將比數拉開到4比1領先 八局上半 衛拳龍再添一分保險分 中場衛拳就是以5比1擊敗富邦 而本場比賽的美光燈焦點 全都在新生代王拍頭手 徐洛希身上 不管是投球數還是三陣數 都突破個人生涯新高 他主投五局84球 交出12次三陣 再加上隊友的火力支援 也讓他期待已久的 終止首勝 終於順利到手